嗨,大家好,我是Elastic解决方案架构师郭斌 非常荣幸由我向大家介绍开始使用Elasticsearch 介绍内容主要包括 首先向大家介绍Elasticstack Elasticstack包括了Elasticsearch、Kibala、Beats、Logstash 接着向大家介绍安装部署Elasticsearch和Kibala 安装部署有多种方式 其中包括了使用软件介质的安装部署 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在容器还价的安装和部署 紧接着将向大家介绍使用Json格式的文档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通常使用Json格式的文档与Elasticsearch进行交互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介绍重头戏 我们将介绍在Elasticsearch当中 增加、搜索、修改、删除、文档 Elasticsearch是基于倒排硕影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重点内容将围绕着如何操作这些硕影 也就包括了如何去增加、如何去搜索、如何去修改、如何去删除 紧接着将向大家介绍映射、Mapping 在Elasticsearch当中 映射和Mapping这个概念是和硕影相关的 其对应于关系数据库 也就是数据库的库表结构 在数据库当中我们叫做库表结构 但是在Elastic当中呢 我们称之为是硕影的映射 最后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分析器 Elastic基于倒排硕影 但是在对文档进行倒排硕影的时候 如何对文档进行过滤和分辞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使用到了分析器 我们先看一看整个Elastic Stack 它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核心部分是Elasticsearch 它提供了数据的存储、搜索和分析 向上是Kibala 它提供了数据可视化 以及Electsearch的管理功能 在下面的部分呢 是Beat和LogStack提供了数据摄取的功能 Beat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摄取的工具 而LogStack提供了类似于ETL的功能 那么基于Elastic Stack 可以构建很多的解决方案 这里的解决方案就包括了日志、指标、应用性能监控、健康状态监控、安全分析、应用搜索、网站搜索、企业搜索、地图以及商业分析 Elastic Stack 支持多种部署方式 既可以在公有云上部署 对外提供这种SaaS服务 也能够自我管理 我们这包括了Elastic Cloud Enterprise ECE 我们的事有云解决方案 以及Stay Alone 就是这种自我管理的部署 Elastic Search 作为Elastic Stack 的核心 广受我们的用户的喜欢 那么它主要的特点包括 Elastic Search 提供了很好的可扩展性 能够很好的去支持实时搜索和分析 那么类似了高可用性 以及由于是基于Json的文档和基于Json的文档 非常方便我们开发者去使用 我们是一家开发者友好 同时我们Elastic Search 提供了多样的存储 以及提供了丰富的搜索和聚合的功能 前面我们介绍了整体介绍了Elastic Search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介绍 我们如何去安装我们的Elastic Search 以及为了方便操作Elastic Search 我们也可以安装Kibala 首先我们进入到Elastic的官方网站 非常漂亮和大气的官方网站 提供了中文的界面 那我们点击这个链接的部分 下载这个链接 我们可以进入到下载这个界面 在这个下载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相应的操作系统 以及对应的版本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会下载这个7.1.1这个版本 它是2019年5月29号能够release的 下载相应的版本之后呢 下载本地 然后呢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启动下来 你看这有步骤 第一步下载第二步 转起来第三步去复合一下 通过客复合一下 然后第四步呢就可以看看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教程 所以ELASTIC的安装呢 非常的简单 同时我们也看到ELASTIC也提供了容器的镜像 也可以在容器环境的非常好的使用 非常容易的使用 下面我们去下载我们的KBALA KBALA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以下载版本到了7.1.1 7.1 我会找到我的操作系统所对应的KBALA的介质 然后下载完之后 1235 这里唯一多了一步就是下载完之后呢 我要修改一个文件 叫config-kebala.yam文件 在这个yam文件呢 我要指向ELASTIC SEARCH.host 就是我前面创建的 前面我创建的这个ELASTIC SEARCH的这种实力 我要指向过去 同时第三步直接启动这个KBALA命令 就可以在通过5601这个端口来 访问到我的KBALA 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呢 OK 那郭老师今天呢 我会做一个非常酷的事情 我会使用容器环境来安装 并且做一些演示 那我们看看我们在容器环境当中 郭老师准备东西给看一下 那容器环境呢 我是使用到Docker的Compose Docker Compose 来安装我的 ELASTIC SEARCH和我的KBALA 然后呢 分别去从官方下载到容器的镜像 这是我们的ELASTIC SEARCH的镜像 这是我们的KBALA的镜像 通过简单的配置 我就可以通过我们的Docker Compose 把我的群体拉起来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把我群体拉起来了 这是我拉起来 里面有一个节点的 的ELASTIC SEARCH 以及一个节点的KBALA 那么回到我们的IE 我们的浏览器去访问到我们的KBALA 可以看到 郭老师再访问一遍 通过这个5601端口访问进去 进入到我们的KBALA界面 这个界面是非常漂亮 大家第一点的印象就是说 是中文的界面 确实这样的 从6.7以后呢 ELASTIC KBALA就提供了这种中文的 本地化语言的界面 所以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我们中国人看中国字非常舒服 那么左侧呢 就是我们KBALA的很多组件 这些组件会越来越多 那么就包括了Discovery 可视化仪表盘 Canvas 地图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基础设施 日志 APM 运行时间 Graph 开发工具 堆占的监控 以及管理 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呢 这些功能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KBALA 或者说 ELASTIC STACK 发展很快 很多功能呢 都做进来了 今天我们郭老师演示 主要是基于这种 这个开发工具 特别好用 就是在KBALA中 通过开发工具去访问 这个 ELECT SEARCH 非常方便我们调试一些脚本 做一些这种测试 配置都特别方便 所以我在演示的时候 也选用了这个开发工具来做演示 那开之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接上文档 接上文档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通常都使用这个JSON文档 和这个ELECT SEARCH 进行交付 JSON文档呢 就是一个 花括号 你看到我 对不对 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都是一种KVALUE形式来呈现的 我再做个简单的诊识 LAME GB 它支持这种通用的这种数据类型 例如我这个年龄 我姓名GB年龄36岁 OK 然后我看看我的Location 好像Location这个字段呢 我还可以支持这种对象 我可以做一个指纹档出来 这指纹档可以把我的坐标写进去 非常方便 那实际上我还也可以把一些数据放进去 所以就通过整个JSON这种格式 JSON的格式 就可以和这个ES交付 包括我们大会提交 我们再创建这个缩影 创建这个修改缩影式化 都是这样的 OK 那下面 那我们再试一试这个开发工具 有哪些非常好的特性帮助我们 可以看到这里做到命令自动提示 你看我敲个get 它有个自动提示 敲一斜杠 就会告诉我可以去访问哪些数影 那我这里看看 我们的这个 ELECT设计基本信息 版本7.01 这是一个我的class name 是个Docker的一个class name 那我这里用的是这个default default 也就是我们basic的版本 Lucine的这个version 在这里 就看得非常清楚 在这里输这斜杠 你看你也不需要 不需要输这个host name 也不要输这个端口号 就非常方便 而且我也说 它可以自动补齐很多信息 那我现在也看看 我到底有多少缩影 有多少get的东西 多少这种一些内部的一些配置和属性的信息 可以看到 我有几个下字 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下字信息 有很多多少分片 你可能很关心我到底多少个缩影 我的群集的健康程度 都非常方便 那检测完之后 我们开始做一下我们的增山改查操作 那么做之前我可能需要去增加一个缩影 增加创建缩影 那么我们这些使用了这个post的这个指令 那推特呢 是我要建设缩影名 这个下号线doc呢 是我的type的名字 就是我type名字 从6以后呢 就是这个一个缩影呢 就只能对应一个type 而不像以前一个缩影可以对应多个type 而到了8之后啊 这个type的概念就没有了 结果就是缩影 直接在网面放文档 那么这个1呢 是指文档id 我们现在往里面增加一个文档 操作成功 可以看到增加了一个文档 它缩影名字叫推特 type是下号线docid是1 那我们看看我们查到信息怎么样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查到信息 看到这个信息就是我刚才插进去 插入进去的这个文档 这时候我查出之后 我说我想修改一下 通过我们的put 指定下号线是1 那么就是我修改这个id为1的这个文档 那我修改什么呢 我把这些c题啊 由是拼音的 变成中文的 同时我增加我这个location的信息 我试一下 修改成功 我们再回头确认一下 看我们它改过来了 gb1北京北京中国 这是我的location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时候你说 我们在写sql时候 我们经常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说 update 某个表 set 某个条件 where 什么 那就是我按条件 然后找到 我所需要数据之后呢 在做update 那你们可能又想知道 在Elect设计中可不可以实现 刚才呢 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id 就是按照这个文档的id 进行这个update update 那我现在呢 我用按照什么 按照create的结果来做update 那我实际上就查到 找到user的名字是gb的这个人 那我们看看执行这个语句 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执行成功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就通过update by query 这个api 将这个 这个城市北京 修改成了上海 这里看到我们刚才演示了两种update 一种呢 是按照这个文档的id 来进行这个update 还一种呢 是按照query来进行updat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Elasic Search可以支持 非常丰富的update的功能 好 前面呢 我们就演示了这个 创建缩影 然后往缩机里面增加数据 然后呢 修改这个文档 修改数据 同时还可以这个update by query 那我们下面我们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一下批量的插入数据 好 让我们来先删除这个推特这个index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删除之后呢 我们就看看 我们怎么用这种bunk这个接口呢 批量的插入我们的这个 这个文档 然后这里要批量插入六个文档 六个文档呢 我们看看插入的格式什么 首先我们使用是bunk这个接口 然后呢 每一个文档呢 我们会规定 对着文档操作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操作是index 那它其实也可以成为什么put put表示修改 然后还可以成为delete delete表示删除 那么index呢 就是生成这个缩影 就是叫插入 那我们针对哪个index进行操作 这里是推特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文档的内容 这文档内容 我看到三个json的格式进行表述的 我们批量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这个结果 看有没有进去 可以看到我们有六个文档进去了 符合我们之前的这个预期 因为我们要插入一个文档 全部成功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文档的这个mapping 这个缩影的mapping信息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mapping呢 实际上相当于数据库里面的表表结构 那么mapping呢 就是index的一个结构 可以看到他这里mapping到了adress 就mapping到一个text和keyword 那么年龄呢 age呢 就mapping到了long这个浪行 那我再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text和keyword的什么意思 text是用于 表示这个字段可以用于全文搜索 可以用于搜索 keyword表示这个字段呢 可以用于这种叫聚合查询 或者统计分析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里同样一个字段 既是text又是keyword 就表示这个字段呢 它既按照了text分词来进行保存 同时也按照了keyword这种关键词 进行保存来支撑 这种聚合统计分析 将来一个字段 保存了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来各自支持的不同的用途 这是text用于支持这个缩译 keyword用于支持统计分析 实际上说你会发现这个mapping 实际上是自动发生的 我往里面插入六个文档 它就自动发生了mapping 我们通常叫它 叫dynamic mapping 叫动态mapping 那么动态mapping呢 有时候会存在问题的 那么存在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有些字段没有正常的mapping 对 例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location 它没有正确的mapping到 我们什么geo geo下滑线point 就没有映射成一个 地理信息位置的数据类型 而是mapping到了text之段 这个是有问题的 经常有的同学过来问 郭老师 我把这个数据插入到了 这个我的ES里面去了 然后里面有这个location 有地理信息位置 但是我的kibana里面做map 做地图的这个 这种可视化展示的时候 这个地理位置怎么都显示不出来 那么很大的这种可能性呢 就是因为这个location 没有正确的mapping到 我们的geo下滑线mapping上 geo下滑线point上去 那你会问我怎么解决呢 那这是我们解决方法了 就是我们重新配置这个mapping 可以看到我先删除这个 这个缩影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put 来设置下这个推特 这个缩影的基本信息 那我这里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信息 就是number of the charts 就是只有一个分片 当然7以后呢 缺程都是一个分片的 以前呢 在7之前缺程是5个分片 这里做个变化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利用下滑线mapping 这个接口 对这个mapping进行 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义 那么通常定义的好处呢 就是什么 我可以按照我们 对这个今后的这种 这个缩影使用的一些需求 把它进行一个梳理 可以看到 address这块呢 我仍然保存 保持它既支持 这个text 又支持keyword 就是又可以用于这个全文检索 又可以用于这个统计分析 但是这个city这块呢 我只保存 而只保持它是这个keyword的 就是它只支持统计分析 content也支持统计分析 就是说我不把它按照两种形式的保存了 因为我要按text保存呢 可能要消耗更多存储空间 那么location这块特别注意 我把它mapping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叫geo下滑线 point数据的一档去 这时候我把这个mapping进行修改掉 好 修改成功 这时候我再复合一下 用get twitter斜杠下滑线mapping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一块 没问题 是修改正确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往里面放进数据 把以前执行的这个bunk 我们再执行一遍 放入六个记录 然后呢 把我之前做的最早一个 我也把它放进去 好 这样算下来 我应该有七个文档了 我们看一下 有七个文档 在这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修改了 我们刚才就演示了 就是说我通过批量的操作 操入六个文档 操入成功 利用这个下滑线bank这个接口 操入成功之后呢 由于这个mapping呢 是自动mapping来实现的 我们操入完之后发现其中一个字段 location mapping错误了 mapping错误之后呢 我们mapping到了text字段 我们再通过修改它 这时候我们需要去重新做mapping 删除这个索引 我们就要用put修改这个mapping信息 把location修改成goo下滑线point 好前面演示的东西主要是包括了产生索引 然后增加数据 修改数据 还有等等 下面呢我们演示一下怎么去查询 我这里做了一个基本的查询 可以看到 用到的接口是下滑线search 用到query query里面用到match里面的city等于北京 我们看北京有几个人 我记得应该是有六个同学是在北京的 张三 老刘 李氏 还有老贾 老王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吉弊 是北京的 那其实有一个不是北京的 就是上海有一个不是在北京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查询出来 也可以的 下面一个查询呢 我们就说我们既要查询 这里用个条件是不容表达式 然后使用了一个match条件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城市是北京的 第二个呢 他年龄呢 是30岁的 那么强定用我们的叫做复合条件查询的and 我们看看 可以看到有几个 有两个啊 东城区老刘 还有这个东城区理事 他们都是30岁的 前面我们说的 我们可以查他哪个不在北京呢 那我们怎么做 用到的是什么 不容表达式的match lot 否定他不在北京的 那可能是在上海啊 上海老吴来了 那就是红桥老吴 他是在上海的 通过master小学院lord来找到 那设计里面呢 我们还一个 还有一种的查询方法 就是我们用should 前面用的master比较多 那么master表示是and的条件 那么should表示是 复合条件的w 我们都可以查一下 嗯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既在北京 又在上海的 那应该是有7个同学都在 7个同学都在 这用search 可以看到查询天 还是非常容易使用 非常容易使用 可以支持单条件查询 也可以支持复合条件查询 非常方便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算一下 通过下滑线 conc的这个接口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他道理的总数多少 会总数多少 应该是7个 OK 我们看到 我们有下滑线设计 有下滑线 基本的查询呢 现在可能你说 老师给我讲点复杂的嘛 那我们来看看 基于地理位置查询 那我们第一个查询就是说 他也用到不容表道式 也用到mass条件 但是它增加了一个孤立条件 就是说人在北京的 地址在北京的 地址里面包含北京的 同时呢 它的整个地理位置 是靠近 靠近我们这个朝外 搜后的我们看看 三公里内有几个人 它就用那个表达是geo下号线distance 三公里只有一个人朝用去老王 这时候我们把条件 放宽一点 看人会多一点 人有三个人 那么呢是东城区理事 还有朝用去老王 还有个东城区老刘 他们都在这个地理范围的 一个五公里范围内 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表达是 你看我其实 你那个社企的这个查询呢 非常容易容易理解 上面是亏赖 下面呢是poster field 就是过查完之后条件之后呢 再过滤 过滤来按地理位置进去过滤 非常方便 然后查询完之后呢 我实际上还可以对这个距离进行排序 我这里使用的是sort 这个操作符号 排序呢 按照我们的声序排序 找到谁离我最近 我们看怎么做 这是我们查询一下 最近的是朝用去老王 你这个朝外守候是最近的 朝外守候最近的 其次是东城区老刘 以及东城区理事 理事情况 下面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些 范围查询 也是更加高级点的查询 我们讲的基本查询 我们介绍了 介绍完了 地理信息 位置查询 我们介绍了 我们再看看范围查询 我想查询一下 在30岁和4岁之间的人 相对于我们未要条件里面的大于等于 和小于等于 回看一下 可以看到有三个人 老刘30 这个理事30 还有这个老贾35 这时候查询完之后呢 我觉得不够 我还进行排序 我说把年龄呢 按照将序来排 这时候可以看看 谁最大 应该老贾最大 那么老贾国不其安 排在最前面 老贾老刘 还有这个理事 我们都把它查询出来了 这个查询起来之后呢 而且是按照将序来进行查询的 那我们现在往下面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讲到有可能和一些 找到一些搜索相关的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呢 会是会搜索一段话 这里看到是搜索 Happy Birthday 看看 就从这个Message的制度上去找到 是否包含Happy Birthday的 我们看看 看看包含了 你是发了一个Happy Birthday 完全一样 然后朝向旗老王发了一个 Happy Birthday My Friend 大小写不一样 但是同时在后面还有一个My Friend 因为是搜索的 命中的 那也出来了 搜索出来了 这里呢 发生了一个Birstay Happy 倒过来 也把它关联到了 关到了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我就仅仅是关联到 包括这个Happy Birthday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叫 Merge 下滑线 Freeze 可以做一个持组 持组的一个搜索 搜索 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关联到了 Happy Birthday 找到了 Happy Birthday 找到了 那种Bursty Happy 就把它过滤过去了 同时可以看到 这里呢 并没有区分大小写 因为我们分词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这里看到标准的 缺诊的分词的时候 是可以忽略大小写的 所以这大小写 不一样呢 它也是可以把它搜索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看 经常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是要实现高亮 就是我查询完之后 要对结果呢 进行一个高亮的展示 那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加了一个 一个操作符 叫Highlight Field Message 对Message的搜索部分进行高亮 我们看到 查询结果什么样子 命中了 Happy Birthday 应该有两个 我们看 多出了一个这个情况 Message的部分 多了个高亮 对Happy 和Burster进行高亮 那么它是通过EM和这个标签来进行高亮的 那如果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呢 在前端页面的时候呢 通过定义CSS 这样一种格式 然后把这个EM的标签进行各种处理 例如这种用颜色对应上来 就是可以通过CSS Style 去呢 和我们这个高亮的标签呢 进行个关联 这是我们一个经常通用的做法 好 前面呢 主要是介绍了各种查询的一个使用方法 从简单的查询 单条件查询 还有我们的复合条件查询 我们的基于定理位置查询 以及呢 和我们搜索相关的一些搜索的一个查询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看呢 我们的聚合操作 在这个聚合操作 我们第一个来演示 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范围 来进行一个聚合分析操作 看到只要是带聚合分析 都是看没有 Aggs 就是Aggregation 按照年龄进行范围的一个搜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查询结果 好 查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 在20到30之间有一个人 30到40之间有三个人 40到50是没有人的 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那你这里看到size是0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size是0呢 它不会把我命中内容呢 去展示出来 但是我把这个size0改成10 它会把我命中的信息呢 列出来 看到 这把命中信息列出来了 这么多 把命中信息列出来了 实际上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做查询的时候 我是不需要看这些命中信息的 我只需要知道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做聚合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些关闭掉 就把它是0 只是给我一个统计结果出来 下面的一个 的一个聚合操作呢 就是用到了我们前面 前面的聚合操作 我们是用到这个range 下面这个就用到了term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seql里面的group by 就是按照某个 某个字段进行分组运算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首先呢 查到了包含这happy birthday的 同时按照城市来分组 看看这些人呢 在不同城市怎么分布的 就aggregation 然后term 然后这个field的使用的city 我们看一下 查询完之后看到 原来包含有happy birthday 这个发这个message的人里面 两个人在北京 一个人呢 在上海 一个上海 有三个人 命中的信息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看 那看看哪到哪三个人 我把它放开一下 看看对不对 有三个人 看没有 北京 一个 两个 两个北京的 一个上海老屋 所以是三个人 所以说这个 这里的运算呢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前面呢 刚才我又讲了 这个聚合操作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最后啊 我们看看我们一些分词 是怎么用的 分词 因为在做搜索的时候呢 分词 或者说分析器 是很重要的改练 通过分析器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这些字段 里面的文本呢 进行一个分词过滤操作 然后呢 再形成 倒排塑影 最后呢 来供我们的搜索使用 那么通常来说呢 一个 Adlyzer呢 一个我们的分析器 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 CharField 就对字段进行过滤 第二个呢 叫Tokenlyzer 就是说 形成分析器 就把 一些 把一些 一句话 分成各个 一个短语 分各个词 第三个呢 我们叫Field 对这个分开的词呢 进行过滤 例如 把一些 stop的词 就是 我不进行收拾词 把它去掉 或者把 所有的这个 持组的大小写 统一成小写 所以说 我们叫Field 这样的功能 三大块 三大块 构成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讲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下滑线 Adlyzer 这个 这个API呢 来对一些分词 对一些分析器 来进行一些测试 看它是什么分词的 我们看看这个Standard 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分词 你看它怎么分的 它实际上是把Happy Bursting 这句话 分成两个词 而且它是按照什么分成的 是按照这个 中间有个空格 空格之后 它就认为是两个字了 两个词了 把它分成了Happy Bursting 那我们实际上所有的 我们在做一些Mapping的时候呢 都会 会指定这个Adlyzer 我们得看一下前面 我们有 做到一个Mapping的地方 在这里 那实际上呢 我都可以加一个类型 给你们看到 Type是有这样 看 Adlyzer 你看它标准的就是Standard的 实际上我没有写 就确准就是Standard的 可以看到 像这当然这里呢 我们可以定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 一些分词器 以后一些分析器 那我们中文呢 有专门的中文的 分词器 中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指定 那我们再往下看 再回到下面的界面 我们下面看看 这样一个 这个地方是分词是否成功 分词不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中间有一点 一点 Standard的 空格 才能够进行分词的 那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 Adlyzer 可以使用其他的分词器 可以使用 好 我运气还不错 很快呢 就找到了一个分词器 等着看能不能工作 可以看到 运气不错 可以分开了 把点 按点 可以分开 同时呢 把happy and burst 都变成了一个 小写 实际上是说 ES提供了大量的 类质的分析 分析器 那每种分析特点 那我们可以按照 去参考官方文档 来获得一些详细的 一些解释 同时我们也有这个 中文的分词器 来帮助大家 来处理一些中文的分词 那 其实我们还可以自己定义一些 分词 定义一些分析 包括这边 包括了分词 包括了 Filt 来帮助我们 对数据进行一个处理 以下面为这个例子 下面我把happy bursting 这个 这里 我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要把词分开 同时 要把变成小写 我们看行不行 这个有时候这个点要注意 有多一个堕号 老师报这种 出错 我们这要注意 因为他满足这种 接上的 节省这种格式 你看到这里 看看 这是OK 查证出来了 但是分词 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时候我可以把我们的 分词器 Tokenizer 改成我们的Standard OK 这分开了 但是呢 并没有变成我们的小写 那这时候我加个Filt Filt 让它变成一个小写东西 非常 看看可不可以 OK 成功 我通过 自己设置 Tokenizer 以及Filt 来实现了 分词 以及把分词之后 变成小写 那我现在的 就完成了通过 我们的开发工具 来向各位同学 展示一下 怎么去使用到 我们的CI CIUD 操作 怎么去新增 批量新增 怎么去修改 逐条修改 或者按条件来修改 我们的文档 以及 以及 查询 怎么去做 单条件查询 复合条件查询 还有搜索 还有我们的 聚合 聚合里面有按 范围的聚合 有按我们的 Term的 聚合 同时我们还介绍一些 特殊的查询 基于 地理信息 为 查询 最后呢 也会 结合我们 Adlyzer 跟大家做了一些 我们的分析器 跟大家做了一些解释 了解一下 分辞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分辞的基本原理 就包括了分辞 我们的分析器 包括了 查询 就制服的一个过滤 第二个就是我们 Tokenizer 有时候根据 逗号 根据空格 来进行分辞 第三个部分就 Filt 进行一个过滤 把一些 不想进行 搜索的词 排去开 或者说 把所有大小写 统一成小写 OK 那 那下面呢我给大家指定 指一下我们一些 标准的官方文档的一些位置 Elastic 提供了 丰富的官方文档 就告诉大家整体怎么使用的 Elastic 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组件 Kibala Logastash Beats 等等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页 可以看一下 把名字记下 Guide 斜杠 Index 可以看到 然后下面呢 可以 我们还有这个中文的一个 文档 可以看到 点开 中文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社区 Elastic 社区的一些 同学 他们呢做了一些 翻译 完整的叫权威子弹中文版 然后这个 文档呢 特别好 内容特别好 对ES 对Elastic 基础知识 核心概念呢 做了详细的一些解释 解释 可能你有时候也想参加一些我们的社区活动 那么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的 下面 有个 Meetup Meetup 这位 点开之后 这是我们在中国区域的一些市场活动 那一个欢迎 我们可以来 过来参加我们一些市场活动啊 我们在我们一些社区的Meetup 来 和我们的各种用户啊 进行交流 也非常方便 那同时我们在 我们也会有个官方网站 是我们的社区官方网站 叫 Electsearch.cn 里面会有很多 社区的同学在那边沟通和交流 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啊 交流的一个 网站 当然呢 我们也欢迎你和我们联系 和我们官方联系 如果你有任何技术上 或者是一些商业上对我们特性的需求 可以点击我们首页的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之后点击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去填写你个人的信息 填写你的姓名 公司名称 Email 还电号码 那这时候呢 就Electsearch官方的同学 就会很联系 联系 因为现在Electsearch 7 推出之后 很多客户呢 都在踊跃的 去使用到Electsearch 7 去帮助 和帮助和推动他们的 业务 的发展 那我也建议大家 如果在使用一些老版本的同学 也尽快升级 那我今天的 介绍 就到这里 就维持 谢谢 各位 决定帅